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住镇 看看活动现场给乡亲们送去了啥服务 种植了40年国光苹果 这两年才卖上架 看看老品种是怎么给何大哥带来新希望的 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 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 大伙早上好 我是主持人俊峰 每年11月份收割完水稻 新明市胡台镇的红旗普村 就要举办自己的长城节了 这个节日是他们自己命名的 到底有什么含义呢 他们又是怎么过节的呢 下面咱们就跟着美女主持一同去现场感受一下 今天咱们来到了沙阳新明的红旗普村 正好今天赶上了当地的一个庆典活动 叫做长城节 为的就是庆祝这一年的丰收 全村人都聚集在一起 唱歌 跳舞 做传统的朝鲜族美食 看看我身后 大家伙都已经跳起来了 今天咱们也算是来找了 一块去热闹热闹吧 沈阳新明市胡台镇的红旗普村 有456户 1200多口人 全都是朝鲜族 到现在 红旗普村已经有110年的历史 每年都要举办长城节 庆祝一年的丰收 今年 村里修建了一座朝鲜族的特色门楼 在现场 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民族风 今天 红旗普村门楼的落城 希望它的到来 能为家乡和老乡亲们提供一个 很好的文化学习和娱乐场合 长城是朝鲜族人民在路口道边里的人像 作为戒标或者路标 长城节是红旗普村自己制定的一个节日 在朝鲜族的传统文化里 天下大将军和地上女将军 并不是指具体的某个人 而是幸运的代表 来到红旗普村 朝鲜族的文化符号随处可见 金书记刚才我特意仔细看了一下 咱们这个石碑上的这些字 我有点看不懂 因为我发现它是汉语和夹杂着朝鲜语 写成的这样的一段话 比如这一句话 咱们来一起学习一下 新明市湖台镇 红旗普村 这是什么字 是 汉族 一户也不在的 一户也不在的 纯朝鲜族 这么写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它代表了什么不同的含义吗 我们周边都是汉族村 他们一看到这个到这儿了 谁都能看懂 这是我们红旗普村 这个来历了 大概的一个意义 对 来历了 色彩 文字和盐头的四角 发现它的与众不同 中间那个牌牌就是红旗普村 那几个份就是红旗普村 我们的民族吧 还特别喜欢颜色 白点了 那个黄的了 那是代表月亮 代表梅花 渴望幸福吧 对美好生活的这种期待 咱们的造型呢 你看这边不是那个是平的 是弯形的 这个是我们的特点 朝鲜族的特点 就是那个盐 它是翘起来的 有一个弧度的 红旗普村的村口 有一个类似鸭子的小动物 它又代表了什么呢 它呢是保护我们 保护我们的水呀 不要下雨了 不要刮风了 它是保佑我们的 金豆贝吉 金豆贝吉 啥意思 就是鸭子的意思 它的名字这个是 我们专门还有它的歌 说到唱歌 朝鲜族的阿姨们 张口就来 从歌声和舞蹈里 能深深地感受到 每个人都很享受 这种娱乐形式 古代的朝鲜族人 在祭祀的时候 喜欢在歌在舞 时间过去了上千年 唱歌跳舞的风俗习惯流传了下来 每到盛大的节日 朝鲜族同胞们都会穿上民族服饰 起舞欢歌 红旗普遣的长城节 除了唱歌跳舞 还要全尊人在一起 制作传统美食 唱歌跳舞 那是朝鲜族同胞的强项 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样 那就是制作美食 这也是长城节上必不可少的 平时我们吃的 大都是根据这个汉族口味 改良过来的朝鲜族小吃 那这正宗的到底是什么样呢 咱们呢先卖个关子 看这个一同啊 先去尝一尝 我们看过了唱歌 看过了跳舞 那怎么能少得了传统的朝鲜族美食呢 说到传统的朝鲜族美食 又怎么能少得了辣白菜呢 对不对 那今天呢 正好邀请到了咱们当地这个李阿姨 来教我一块来做做这个辣白菜 那因为李阿姨呢 可能普通话跟我沟通 我有点费劲 所以特意请了金书记来给我做翻译 那今天李阿姨就好好教教我这个 辣白菜是怎么做的好不好 我们国家的朝鲜族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 冬天漫长 寒冷 以前的新鲜蔬菜也比较少 用辣椒和盐腌制的泡菜 就成了朝鲜族餐桌上 一道必不可少的美食 那我们这个辣椒酱里面 除了有辣椒 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咱们自己种的这里头有苹果梨 苹果本身是味种系很高的 辣椒也是味种系很高的 所以他们的配合 对人的健康 吃了要多这么超人都这么漂亮 想要美容养颜 想要保持一个年轻靓丽的皮肤 就要多吃辣白菜 是不是 多吃辣椒 李英日阿姨说 朝鲜族经常用腌制泡菜的水平 来衡量一位主妇是否贤惠 年轻时候的李阿姨 已经是村里腌制泡菜的高手了 虽然现在冬天也能吃到新鲜的蔬菜了 但是在朝鲜族的家庭里 还是会腌制大量的泡菜 这个咸在专门的 装它的冰箱 专门装辣白菜的冰箱 那是一年了 辣白菜动物还要 最好的 没有 这个吃不下饭 我们面前的这盘辣白菜 白菜是早上腌制的 等到村里的乡亲们聚集在一起 准备吃饭了 才开始抹上辣椒酱 所以少了很多发酵的酸味 太温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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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是很酸的那种 然后有一点点 有一点辣 这个辣我完全能接受 不是那种特别辣 然后挺香的 这个辣白菜呢 也是一种咱们民族特色的一种传承 就像刚才的那些歌曲啊 舞蹈啊 包括我们这些服装啊 都是特别代表我们这个民族特色的 这个阿姨做的这个辣白菜啊 是我们足足够够下的就这个味儿 到现在没变成 传承下去 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刚才咱们看过了这个朝鲜族的传统美食 辣白菜 那除了辣白菜之外呢 还有一道不得不提的 就是咱们朝鲜族的打糕了 现在咱们这个刘阿姨 还有我们韩大姐在做的 就是一个打糕了 今天做打糕的糯米已经泡了三天 早上刚刚蒸出来 找三四个那个小伙子 我这个在趁热打 凉了以后它不粘在一起 就只能拿手的 没有机器可以打 没有拿机器整得不好吃 朝鲜族的打糕 如果是平时吃 大多撒的是红豆沙 而像今天这样的节日 必须吃绿豆沙打糕 这个白就是白 就是百顺 今天是我们的新庆日子吧 110周年的这个 我们红旗库的纪念嘛 一看就知道啊 这家是办 做那个喜事 好吃 是吗 很好吃啊 对对 因为它这个跟年糕的口感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这个打 它是最软 完了你再尝尝这个年糕 我把这个咽一下 你还要粘牙 是 粘牙 所以嘛都聚在一起 这一次半会儿可能咽不下去 多弄弄力啊 阿姨开始在给我喝那么大一块 全村人在一起聚餐 是红旗浦村每年长城节的重要活动 绿豆沙打糕 红豆沙年糕 五彩月亮糕 辣白菜 节梗泡菜 我们看到的是一些传统的美食 但其实让大家开心的 不仅仅是美食 还有在一起的美好记忆 看我都已经跳起来了 不由自主地融入到他们当中了 那今天来到咱们红旗浦村 这一天下来啊 我真的是就俩字 我的最深的感受就是高兴 无论是从他们的脸上 他们的笑容 包括他们的舞蹈 还有他们的歌曲 都特别的有感染力 能让我看到他们那种 由内而外的高兴 和对生活积极向上的热情 每一个民族 都有属于每个民族 传统特色的文化 也是他们每一个民族的瑰宝 值得我们去传承它 那也只有这样 那些传统的美食 传统的舞蹈 包括传统的歌曲 才能世世代代的流传下去 咱海土地 今年给大家严选推荐的 化肥花生肥和玉米种子 现在已经全部上线了 有想选购的乡亲们 您直接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 400-6818-801预定 那接下来呢 关注三农领域的新鲜事 记住今天的天下三农 自从去年草地摊业鹅 入侵我国以来 如何有效地防治草地摊业鹅 一直都是大伙比较关心的问题了 近日 云南农业大学 盛军教授团队 联合国内卖的研究机构 首次破解了草地摊业鹅的 耐药基因组 这项研究对制定有效的防控策略 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生产 具有重要意义 金道素尔奖是农民日报 联合网络公司创办的 中国首个移动互联网领域 三农信息奖项 旨在表彰在帮助农产品上行 推广农业技术 展现当代特色农村生活等方面 成就突出的创作者和创作机构 本届金道素尔奖 共收到了4697条报名信息 最终停选出的本年度获奖者 那可都是各有风采 像村野发现香美心宝 曾庆欢用视频记录农村生活 一年让200多万人 爱上了乡村好风光 还开办扶乳厂 解决了贫困山区妇女的就业问题 田野里的七月郭诚诚夫妻 分享了家乡美食 注销当地的农产品 科学施肥用药专家团队 科普农迹知识 帮助农户提高种植效益 乡村小乔 借助人气 三场直播 卖出了三万只百合花 帮花农解决了燃眉之急 这样的势力 其实还有很多 让我们为这些 助农帮农的获奖者 点个赞吧 跌倒是造成我国 65岁以上老人 伤残失能 伤害死亡的重要原因 而居家适老化改造 就是针对老年人的身体情况 做好康复辅助器具的 合理配置和智能安全监护 缓解老年人因生理机能变化 导致的不适应 降低老年人受到意外伤害的风险 增强老年人居家生活的安全性 舒适性和便利性 近日 沈阳市正式启动困难老人家庭 适老化改造工作 本次改造将逐户上门评估 一户一案 确定改造内容并定制 在中修不改变 老人不离家的前提之下 施工改造 并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 预计近3000户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家庭 年底前将完成改造 近日 辽宁省卫生健康委下发通知 要求各地依托乡镇卫生院 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建立陈肺病康复站 在常住陈肺病患者 达到100人的乡镇 开展陈肺病康复站试点工作 在常住陈肺病患者 达到10人的乡村 依托村卫生室 开展陈肺病康复点试点工作 通知已确定 本西市南分区 南分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丹东凤城市赛马镇卫生院 等六个乡镇卫生机构 作为建设试点 试点工作自2020年10月起实施 至2021年11月底结束 用一部手机 一个摄像头 就可以在家实时查看 牛羊的活动轨迹 还能远程操控 完成投料 喂水等操作 这种智慧放牧 极大的降低了 牧民的劳动强度 也能更好地解决 牲畜患病的及时医治 防止过度放牧 导致草场退化等等问题 通过智慧牧场大数据平台 牧民可定位追踪和视频监控 牲畜所在的位置 通过血清溯源 可以防止近亲繁育 促进忧生忧郁 还可以基于大数据 分析进行草场退化风险管理 避免草场退化等 鸡蛋除了吃和敷小鸡 还能用来干啥呢 还有一种你所不知道的大用途呢 那就是作为研制疫苗的原料蛋 用经过特殊处理的饲料和净化过的水 喂养经过免疫接种的产蛋母鸡 就能够得到这种原料蛋了 可以直接从原料蛋的蛋黄当中 提取卵黄抗体研制疫苗 这种原料蛋的售价 比普通的鸡蛋价格高40%到50%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 网络视频里的这个小宝贝 一边徒手拔萝卜 一边唱着拔萝卜的小曲 萝卜没拔出几个 可这娇憨的样子和奶声奶气的声音 可是迷倒了一大批网友呢 实在是太可爱了 现在市场上口感型西红柿 特别的受欢迎 你拿它当这个水果吃呢 那都没有问题 能吃出过去老柿子的味道 去年很多乡亲们种植了黑土地 推荐的口感型西红柿原意5604 市场反馈非常不错 想种东茶西红柿的 您可以试一试这个好品种 现在登陆辽氏黑土大集 可以预定育苗了 育苗厂育苗风险更低 保证品质 另外呢 黑土大集严选的 果蔬特肥系列也上线了 现在呢 还有满满的优惠 接下来关注天气 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大伙儿早上好 欢迎收看由锦诺6A 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 我是王博 今天呢 是农历的10月初八 今天呢 是24节气中的小雪节气 小雪节气的到来呢 意味着天气啊会越来越冷 降水量渐增 今天呢 咱们全省以多云为主 部分地区是晴 北风或西北风呢 三到四级 白天的最高气温呢 在零到六度之间 夜间的最低气温呢 在零下十一到二度之间 好了 了解过了天气之后呢 咱们去看一看 有什么好的一米品种啊 给大家推荐一下 咱们看一下 昆仁五二在秋秋末期的表现 你看他 这个猪高啊 不高 在两米三左右 我伸手就能够到这个小铁了 岁位呢 也不高 应该在一米左右 再看这个棒呢 秋秋 咱们老百姓收货的时候 主要是看玉米棒 看这个棒呢 大小 直立的深度 成熟度各方面的 今年 在整个东北地区 玉米发病率非常高 特别是玉米的青枯病 后期的大小斑病 然后玉米的碎腐病 非常严重 因为今天后期雨水特别大 咱们这五二 现在看 下部根系特别发达 节间也比较短 历经三场台风 没有倒 然后呢 再看这个棒子 顺特别长 碎出也够 你像这个棒子 正常母产 我们测诺产 如果按照 三千五到三千八 之间的密度算 正常施粮应该在 两千二百斤左右 斯宾1805啊 这个品种啊 是咱们最新 审定和悬育的品种 经过呢 咱们三年呢 咱们往下投入四点呢 咱们农户实际的 实验种植呢 咱们中和斯宾1805 它有几大特点 首先一点 这个品种呢 抗导服服特别好 它的根系呢 非常好 气成根呢 一般都在两成 到三成的气成根 所以抓地抓得非常强 抗导服能力特别强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品种啊 它是一个比较广式的品种 它不挑地块 像咱们呢 三块地啊 港地 瓶肥地 它都可以正常的一个种植 斯宾1805这个品种啊 它的密子非常好 咱们可以很直观地看见 它的密子呢 非常的亮 属于纯胶子粮 咱们国家啊 收粮的标准呢 一等粮的标准呢 是720克每升 荣重 荣重720克每升 它的粮子呢 远远超过 国家幽子粮的一个标准 能达到750到760啊 所以说 它的粮子非常好 咱们农户呢 后期呢 咱们卖粮的时候 非常不稠啊 粮饭也非常喜欢 收这张迷子好的苞米 万玉6608 它的抗性 抗变性 抗导性 抗寒性 是表现是非常好的 而且在咱们这块地里 可以看到啊 就今年是 揭露了三场台风 没有导幅现象 万玉6608啊 它的某某苗是 3500株左右 咱们现在再看一下 它这个果树啊 它这个半长呢 我的一打是20公分 基本多了一块 大概是在25到26公分 它这个果树 烫度呢 是在18到20趟 咱们现在再看一下 它这个子粒 现在咱们看啊 这个子粒 这个属于是 小细轴生霸尺的 而且还是一个 纯胶脂粮的 咱再测一下 这个一磅是多少产量 这一磅啊 是828 将近9两 现在呢 我们再把这个子粒 给拖下来 看它这个出子粒 能有多少啊 现在咱们这6两是628 咱这么算啊 一亩地是3500株 咱们再乘以这个628 大伙可以自己算下 这个产量 选择这个粘玉米的品种啊 是非常关键的啊 因为现在啊 对于我们 对于粘玉米啊 对于要求非常高 首先一点呢 是口感非常好 还得是那个 属于这种甜糯类型的 今天呢 咱们来看到这个 就是咱们 最新选育出来的 锦糯6A 首先一点 咱们这个锦糯6A呢 它的这个肉啊 特别厚 脂粒特别大 然后我们啊 吃的时候呢 口感咬上去一口啊 就是特别甜 特别多 还有一个 咱们这个锦糯6A呢 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扒开以后 拿到我们的鼻子间 是一闻啊 就有丝丝的这种甜味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 措食播种 措食可以 措开时间上市 我们自己吃的时候 咱自己家种的少 自己吃的时候呢 也可以就是说 不是说 吃着吃着就老了 这边这个刚吃完 第二塔措食以后呢 它第二塔就下来了 咱黑土地 今年给大家 严选推荐的化肥 花生肥和这个玉米种子呢 现在已经全部上线了 想购买的您呢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 进入辽氏黑土大集 或者拨打400-6818-801 直接预定 现在预定呢 还赠送新品种的糯玉米 惠农大鹏车呢 全新升级再出发 现场不仅有好种子 好化肥 还有大田专家和蔬菜专家 为乡亲们的备耕 加油助力 那么具体 他们都给乡亲们 带去了什么样的服务呢 来 看一看 惠农大鹏车 我们又出发了 大家好 我是胖鸭儿 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呢 是康平县的北三夹子街道 这一场大风车 和以往呢 有所不同 那么今天现场 我们不光请来了 蔬菜专家 大田专家 同时啊 还有我们沈阳市农科院的老师们 给我们助阵 快走 你好 老师 辛苦了 老师 今天到我们现场 感受咱呀 你好 那我们也很热情 来咨询问你 因为平常我们是 主要是在天津地头 我们是跟那些住户打交道 现在呢我们直接就面对面 跟这些农户打交道 跟那是不一样的 而且是我们能够了解这个 下面这个农产品这个趋势 种植也好 这产品价格也好 各方面的趋势 带领他们更好更快的发展 咱们推动咱们康平 现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是给他们送科技 送文化 下去啊 从今天开始啊 我们每一场的惠农大鹏车呢 都会有专家 跟我们的乡亲们互动 在现场就为我们的乡亲们 答疑解惑 同时啊如果说大伙啊 不能参与我们 黑土地的早间直播 也没关系啊 可以啊来到我们 惠农大伙生的现场 和我们的专家们 唠一唠吧 今年秋收呢 葫芦岛市建长县 马场村的谢大哥啊 收获了一份惊喜 什么惊喜呢 他说呀 这种苞米啊 那就跟中了蒋似的 涨一半送一半 不少玉米杆上都是双磅 这产量啊 也跟着蹭蹭的涨啊 那到底种的是什么好品种呢 来了解一下 秋收的时候 建昌县马场村老谢家的地里啊 出了件稀奇事 七八成的苞米杆上 都长了俩磅 这双磅率也太高了吧 这双磅比较多啊 啊 啊 这个就是 对 这都是双磅的 写在外边都双磅 里外都是 也比较多啊 怎么样这个品种 这品种行 头一年中挺好 这是那个红做79 这种产量你感觉满意吗 产量挺满意的 嗯 都挺饱满的 这种双磅真就不少 嗯 写在外边是 里边你看这里边 这也都是双磅 别人家的苞米杆上 一般都是一个磅 老谢家 却大部分啊 都是俩磅 这产量可提高了不少 谢冰啊 打鲜眼里高兴 他最大的特点 就是双磅率特别高 嗯 刚才站在那边也看了 整个写里往外 全都是双磅 嗯 他不仅是有双磅 而且下边这二磅啊 是有效磅 也就是说 他这个 呃 二磅啊 产量也能出不少粮 你看这个磅 哈 这个磅至少得是 四两半 四两半到五两 上面这个等是 五两半到六两 加一块就得是一斤多 所以这一颗苞米啊 相当于别人家 这两颗苞米 嗯 所以这个品种 就是产量特别高 这个双磅率 也起很大作用 在黑土地有专业的专家团队 不断在给乡亲们寻找好品种 大家也能看到 我们推荐的品种呢 针对性是越来越强 这各地的天气地块都不太一样 所以选品种的时候呢 您一定要先给我们的种植热线打个电话 4006818801 选到真正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 那现在不少乡亲啊 都是规模种植 把这土地流转过来 统一种玉米 收量统一机械化 这就要求玉米抗倒不掉粒 那什么样的品种适合积收呢 来 看一看 看这包米怎么样 看看 好不 一点熟了没有 看 还不出筋 米子也行 三把牙行 看着没 这一半感觉能出鸽要凉 这一半应该有七八两吧 鸽产那有两斤多鸽 最少的 网练的招费 今天这不差 没啥也得差五百 炕倒吗 改的这包米 炕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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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刮头一点刮弄拉风没倒 咱们现在看的这个果树 就是士兵1805的果树 咱们现在可以把这个果树掰下来看一下 子力是非常饱满的 而且它这个烫数啊 咱们可以查一下 一对二对三对四对五对六对七对八对九对 这是四把套的啊 然后再给大伙把这个磅掰开看一下里边这个子力和这个轴 这是典型的森马尺小细轴的品种啊 子力是非常长而且非常宽大的 士兵1805的溶动是884 国家标准的溶动是在720 但是我们这个品种是远远高出国家标准 一等粮的标准 图子率上是非常高的 图子率是85% 还有一个是后期脱水是非常快的 就是在我们收获的季节 基本上就是在它的脱水 在田间脱水基本上就是在27到28个左右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碎位 碎位非常整齐 碎位非常整齐 而且没有边行优势 机械收割的时候不掉棒不掉粒 是适合咱们大户种植 比较适合机收的 大连荆州新区三十里铺 有一个老果农何善志 因为小儿麻痹走路不方便 家里妻子和儿子都患有精神疾病 老何大哥就自个儿一个人 坚持是弄了40年苹果树 知足常乐是他人生的信条 来让我们一起看一看他的故事 你这个慢慢个光 对 得仔细点 别弄搁上和私上 对 和善志的老伴有先天的智力障碍 每次分拣苹果 老何都要一遍一遍地嘱咐 唯一的儿子患有精神问题 每天一大早就从家里跑出去 天黑了才回来 卖苹果这件事 何大哥谁都指望不上 苹果是老国光 全部下树了 在手里积压的时间越长 就越卖不上架 老何心里着急 不灵便的左腿拖着他 没法像其他村民一样 可以到市集上把苹果卖掉 只能等着商贩坐地砍价 老何家的情况 靠着国家给的低保可以维持生活 他却坚持种了40年的苹果 老国光价格不好 村民们都改种其他品种了 老何没有体力和财力 他只能尽力把这片果园管理好 你白老子就等靠药 少干一点 死一点 少整一点 有几个老子能少干一点 少干一点 有几个书记当中 都抱着很大希望 说买这个苹果 怎么里面弄点钱 并没有说他主动来说 找到村里不找的事去帮助 我感觉他自己啊 还是想想依靠自己的能力 自己来维持生活 这二十棵果树每年能产五千多斤苹果 都是老何一个人试弄 多年劳作的双手像树皮一样粗糙 可这里对他来说有不同的意义 没有农活的时候 他也来到这里做一做 卖苹果的不容易 照顾家庭的压力 好像都得到了稀释 老何把对生活的无奈留在了果园 而把果树带来的希望放在了心底 从果园回到家里 能吃上一口妻子做的热乎饭 对于他来说就是最幸福的事了 这么多年 夫妻两个人之间就像形成了一种默契 老国光苹果的销路窄 何大哥就一点一点卖 妻子能干的家务活就尽量多做一点 五平米的小炕每天擦得一尘不染 对妻子啊对孩子啊从来也没有抱怨 互相之间都很体谅 那我们有时候可能这点还是做不到 我们在这方面应该还要多样的学习 那跟老婆俩说话小小有戏 我说你家给咱不用一 咱不能对孩子和老婆说话都不一样 哎呀何老三这个不是一句 我看不了他 我说我不知道娘 知道娘还给娘 还笑 还笑 日子过得辛苦 有家人的陪伴就是幸福 老国光价格低 有果树在生活就有笨头 挣得少一点对于何大哥来说 只要有进账就知足了 两年前村上一个人的到来 让何大哥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 这苹果里面就爱吃这果光 皮毛不是不怎么好看 但是呢一口咬下去啊 酸酸甜甜是过去的老味道 现在市场上卖果光的也不多 有人想买啊 你特地买还不一定买得着 何大哥任何有货还卖不出去 直到村里来个人帮了何大哥的大忙了 谁呢 往下看 何大哥 在家呢 还有多少苹果了 还说就四下三十一百二十几了 还生这么多了 行 下午就把这些都送回家 送一会儿 我帮你靠 聂亮市驻村第一书记 两年前通过排查了解了老何的情况 就帮着在朋友圈卖苹果 销路渐渐铺开了 每隔几天就往大连市内送一次苹果 今年聂书记联系上了大连的一家电商公司 把老何的故事和苹果推到了网络上 没想到这老国光一下成了网络爆款 五千多斤苹果全部都预定出去了 宣传第二天发完了第二天 完了之后告诉我 这个苹果已经卖霉了 再想办法 能不能再炒点吧 大连市荆州新区三十里铺镇老虎村 五十年代集体种植国光苹果 后来效仪不好 下数价才五毛钱一斤 就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 村里种植老国光的只剩下六户 二十多亩地 老何的故事传开 其他农户的苹果也就跟着一起销售出去了 身价也涨了五倍 村里这些老国光的种植户 家里也都比较困难 试弄的都是四十年以上的树 老品种老果树 不套袋的老管理方法 产出的苹果表皮带着特有的果霜 果肉呈黄色 一咬酸甜是很多人记忆中的老味道 自从跟电商合作 念书记从几天送一次货 变成天天送货 老何只要有时间 就会跟着书记一起去 腿脚不利索 也尽量帮忙搬搬货 今天送的是村里最后一批苹果了 他拿着苹果这么的爱惜 要卖出家来 我们想我们有这个渠道 能包住到何大哥 对我们来说 我们觉得也是应该做的事 就老国光没想到 就这么大个这么高的潮湿 村里边所有的苹果 最会想都搬到这之后 我感觉我感到非常欣慰 把这个百姓的家 这个积累的水果 都已经给它卖销出去了 今天可以好好过个年 村里的老国光 就摆在电商线下实体店的进门位置 是店里的明星产品 上架半个月 线上线下每天最少卖个几百斤 不少顾客都是专门奔着这苹果来的 顾客一共是9块5 挺好 多少年都没吃过了 小时候就吃这东西了 找了半天 终于找他了 不错不错 挺好 之前买过一次 然后呢 就是感觉口感特别好 回家妈妈特别喜欢 她觉得吃到了 她小时候的这个味道 然后今天就让我再回来 再来买一次 现在有很多人要买 今天问我下订单的人 还有 就已经没有了 所以明年的时候 何大哥如果产量再大一点的话 我们也能帮他报销 以后呢 可能他们销售渠道呢 能更广一些 可以趟别人家 或者是别的产品 再往外推荐推荐 能争取吧 就是把每一样东西 一点点都打开市场 让大家都 能往外走 善良的第一书起 坚强乐观的何大哥 把老国光苹果 又拉回了不少人的视线中 勾起了消费者 舌家上的回忆 老国光 借着何大哥的故事 网络的助力 价格销路 都有了新的奇色 对何大哥 和其他的村民来说 老苹果树 又生出了新希望 今天节目内容呢 就是这些 咱们黑土地 今天给大家 严选推荐的化肥 花生肥和玉米种子 现在已经全部上线了 想预定的您呢 赶紧添加微信小程序 聊试黑土大吉 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 400-6818-801 现在预定呢 还会赠送您 新品种的糯玉米 享受西红柿的乡亲们 圆域5604呢 也可以预定育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